高雄市8号凌晨发生枪击案 大约在晚间7点多 在台东逮捕到包含枪手等5名嫌犯 市警局局长林延田晚间也亲自召开记者会 来说明最新案情 带你来听 终于在14小时之内 我们透过大午分局 应用缓转车的一个方式 拦截围捕到送信之事的 换贤5名盗案 经过初步的查证 双方的换贤因细顾 女生口角产生护呛 因而导致今天邀约谈判 而发生枪击知事案件 但是双方的阵营都是避重就轻 回顾当时情况 三部黑色轿车高速追击两辆自小客车 开在最前方的黑车 副驾突然伸出一只手疑似持枪扫射 接着就看到白色轿车撞上路边的电线杆 不过三辆轿车是都没有停下来 直接踩油门离开 两辆自小客车的驾驶都有中枪 目前已经送往高雄长登救治 没有生命危险 而据了解两辆追击被害人的车辆是同一伙人 两名被害人都声称彼此不认识 也不清楚为何被枪击 不过详细的案情还有带警方进一步调查厘清 以上这些消息再把旋径交换棚内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